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些体验都市中的假日新生活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都市假日小剧场之无效踏青 有效踏青 都市假日小剧场之无效吃甜品 有效吃甜品 这是你第一次来南京吗 不是 我之前有就是录过节目 然后来这里有 好像有两次吧 你对南京的印象是怎么样 觉得南京其实蛮亲切的 因为也是南方嘛 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说 就是很舒服 然后感觉生活节奏也没有那么的快 就可能非常适合养老 对南京的确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城市 今天我们这个酒店 这个敷衣层其实是一个比较日式的地方 你平时喜欢这种日式的一个氛围吗 拍照或者逛的时候 平常其实蛮少会去或者说碰到这种地方 但是我自己也还蛮喜欢的 那你平时在旅游的时候呢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担当 你是会比较说做攻略 还是说就跟大家就是逛吃逛吃就可以了 我要看心情 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有我特别想去的地方 或者说有特别想一定要去见到的东西 那我肯定会自己做攻略 但是如果到了一个就是我觉得可以很舒适 很free的那种旅行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计划太多东西 我去做这种事情 因为我跟着我们的餐厅 就放在我的手上 所以她是在家里面 我以为出镜一下 很多东西 真的不要跑 或者就是她一种西方的 beton 我还用不怕就算了 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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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那个 这个我吃过了 我先把这个拿给你 然后我们就干一下 不是先干一下 然后打开 打开之后要甩一下 这个你哪里买的 我想买 我想买一个 这个就送给你了 没用吧 那我先给他 就是我们都知道你在早期在国外 有一些生活 一些练习的一个经历 那这样的一个经历 对你就是今后的一个性格的养成 有什么影响吗 影响的来说 肯定是好的影响比较多吧 然后可能会成长很多东西 因为毕竟一个人在国外长大的话 没有爸爸办法陪在身边 很多事情都要自己独立去面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 就是感觉把这个成长的过程 稍微缩短了一点 对 就可能会比同龄人 会稍微成熟一点 你今天就是这么多的店里面 你觉得就是哪一个店 是你印象最深的一个店 或者说你是最喜欢哪种类型的店 其实我都很喜欢 但是我是个人风格上 我比较喜欢上一个拍的那个场景 对 那边有那个柜子 就是一个美式的复古的一个地方 对 就是会让你很舒服 然后又感觉 我觉得可能内心住了个假小 就感觉我应该 应该就是 是男生的话也拦不住了 就是那种感情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一次 你最难忘的旅行的经历 我最难忘的旅行经历 是跟我最好的朋友去泰国 然后那个时候是我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就是不跟家人一起 就单独跟我朋友两个人去泰国 然后就两个小女生的那种闺蜜旅行 会比较让我特别特别的印象深刻 然后其实现在也非常憧憬 下一次旅行是什么时候 希望下一次也跟我来好跟你一起去 一样的讨论 今天的旅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江湖再见 后会有期拜拜 另一位计计对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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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